回到節目的時間 今天設計空間和大家參觀的單位 並不是位於一般的住宅大廈 而是葵涌一座工業大廈 有特高的樓底 加上沒有任何間隔長 空間感十足 這裏樓底高有接近12呎 這裏的間隔屬於全開放式 有落地大玻璃 這裏不是一般的住宅單位 而是葵涌一座工業大廈 一個建築面積楊膜1000呎的辦公室 這裏是一個home office的設計 它本身都不是住宅樓裏 它是一個公貿樓裏 有一個頂樓 連同一個小平台的單位 客人要求不是用來做寫字樓 它是希望有一個home office 即是可以有一個家的感覺 但又可以辦公 屋主本身在附近另一座大廈上班 有時多工作會在這裏繼續工作 全屋以白色為主 地面就鋪上了木地板 整體感覺溫暖 比起一般的辦公室的確是更加舒適 除了沙發 客廳亦都擺放了一座組合櫃 裏面有一張床 需要的時候可以拉下來用 利用了單位高樓底的優點 工作間的地台升高了一級 增加室內的層次感 玻璃圍欄進一步提升室內的空間感 希望做到這個單位就比較光猛 而它本身先天的好處條件 就是它有兩邊的落地玻璃窗 還有一個門口可以出到的露台 本身它都很光猛 所以我就比較用多些淺色的材料 更加令到房子通透感重一點 工業大廈樓底就夠曬高 不過一般的天花都會有很多喉管 鎮位和消防花灑 設計師並沒有加設假天花去掩飾 而是全部油上白色 既可以給人一種整潔的感覺 同時亦都可以保持室內的空間感 以及供下單位的特色 事實上由於單位位於工業大廈 所以室內的設計都要符合工業大廈的安全條例 好像是天花的消防花灑 工業大廈就不能隨意拆除 我們去做設計的時候 其實就不會當它一般的住宅去處理 譬如工業大廈和普通住宅的分別 譬如它會有一些消防喉 有些商業的防火設備 我們都要因應這件事去做設計的時候 這些是不可或缺的 一定要放在這裏 另一樣要注意的是工業大廈不可以煮食 廚房內的設備亦都比較簡單 室內的空間感十足 足夠容納體積比較大的家具 好像是分隔大門和飯廳的屏風 是四肢高身的實木 和飯廳的實木飯桌亦都相配合 餐桌上裝有大型的吊燈 將這部份的天花拉低 同時亦都可以豐富樓底 單位連接一個露台 地面和牆身都鋪上了再生木 設計師說這種再生木 比起平時常用的戶外木 沒有那麼容易受溫度變化影響而變形 更加耐用 價錢大約是1000元一呎 晚安